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先看一下考试情况 最近三年 本章的平均分值三分 去年两分试均 分值的话都是五分 考了两个单选题 两个多选题 所以第二章 大家需要高度重视 毕竟有五分的题目 然后看一下考试题型 第二章主要题型是客观题 但是考试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案例分析题中 有个别考试它可以来自第二章 像17年的案例分析题 就考到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18年就考到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基本情况包括三个单元 13个考试 大多数考试需要大家准确理解 真正需要死经贝的考试并不多 所以第二章 复习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看一下教材 今年教材对第二章内容 没有进行重大挑战 这就是好消息 然后看一下本章 基本结构 咱们上课呢 讲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第二单元 代理制度 第三单元 诉讼时效制度 这三个单元都非常重要 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咱们上课呢 讲七个考试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考试 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分类 这个考试三个型号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概念 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民事法律行为 是民事主体 通过意思表示 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事实行为 跟意思表示无关 再看第二条 民事法律行为 它是有目的的行为 此处的目的 仅止当事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所追求的法律后果 不包括行为人 实施行为的动机 所以这个特征 使得民事法律行为 区别于其他法律事实 例如侵权行为 这个侵权行为 虽然也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 但是该法律后果 并非由当事人自己主张 而是有法律规定的 法律规定 你实施侵权行为 需要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好 现在咱们举个例子 小话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民事法律行为 概念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 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事实行为 这个说法是错的 前面第一张讲过 这个法律事实 包括事件和行为 这个行为 包括法律行为 和事实行为 所以这个法律行为 和事实行为 是两个类别 再看选B 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侵权行为 错了 因为呢 这个谈到 这个侵权行为 它属于事实行为 侵权行为 它属于事实行为 第一张讲过 像创作行为 侵权行为 都属于事实行为 选C 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这个说法正确 选D 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 是行为人 实施行为的动机 对吗 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指的是 它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 所追求的 法律后果 不包括 实施行为的动机 所以这个题 只有C的说法正确 选C 就可以 好 下来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 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和多方 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考点 非常重要 现在第一条 什么叫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根据 一方当身的意思表示 而成立的 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一方的 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 包括 举的这几个例子 第一个 定理遗嘱 第二个 撤销权的行使 第三 解除权的行使 第四 效率待定行为的追认 这几个 都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例如 说A的话 他定理遗嘱 把自己 关到一个黑屋子里边 然后点上蜡 写下遗嘱 说我去世之后 将全部财产 都送给B 注意定理遗嘱 他是根据 A单方 根据他 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 他不需要 A B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站在B的角度 如果他不想要 这个遗产 他放弃 继承就可以 但是后边的事 咱们现在说的是呢 这个遗嘱本身 根据A 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 所以呢 这个遗嘱行为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再看一下 什么叫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 两个当身之间 意思表示一致 而成立的 民事法律行为 签订合同 A跟B直接 签订合同 什么叫合同呢 合双方的一 只有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这个合同 才成立 所以不管是 买卖合同 还是赠予合同 例如 A跟B直接 他签订的是 这个赠予合同 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赠予合同 只有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这个合同 才可以成立 但是 定立 遗嘱呢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 多方 民事法律行为 指的是三个以上的当审 意思表示一致 而成立的 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解释 合同 是常见的 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决议 则是典型的 多方 民事法律行为 决议 是指多个主体 它依据 表决规则 做出的决定 决议当时的意思表示 可以 多数决的方式 做出 而且 对没有表示 统一的成员 也具有 决数力 决议中的意思表示 不仅针对 发出 表示的成员 而且主要针对 这个表示者 共同代表的法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 A的话是上市公司 他准备 跟这个B公司 合并 两个公司合并 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 这个公司合并 它属于股东大会的 特别举 需要经过 这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以上通过 大家需要清楚 它是根据呢 这个表决规则 它可以呢 以这个多数决的方式 来做出 而且呢 只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依法做出决议 它对呢 没有表示统一的成员 就算有个别股东 小股东 它投了反对票 对那些没有表示统一的成员 照样呢 是具有法律效率 而且 这个决议中的意思表示 不仅针对 发出表示的成员 而且主要针对呢 这个表示者 所共同代表的 这个法人 这是决议的问题 大家需要清楚 好下边呢 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话一下 像第一题 它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这个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的 是什么 哪个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还选A 定理遗嘱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B 无权代理的追认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C 房屋的赠予 这是签订 赠予合同 这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D 委托代理的撤销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题 选C 就可以 好下来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什么 选A 赠予 这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B 撤销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C 借贷 借贷 双校 签 借贷 合同 这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D 是追认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题 选B和D 就可以 再看第三题 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什么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 多选题 先看选项B 说下列代定行为的 追认 追认的话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C 撤销权的行使 这是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D 赠予 赠予的话 这是签订赠予合同 这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关键看选A 债务的免除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要想清楚 在今年教材的 二十四页 第一号 你可以看一下 新教材 第二十四页 实际去年教材 也是这个观点 根据教材的观点 说债务的免除 属于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 根据民发典的规定 说债权人 免除债务人部分 或者全部债务的 债权债务部分 或者全部中止 但是 债务人 在合理期限内 拒绝的处外 所以根据民发典的规定 债务的免除 它不应界定为 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既然教材中 有明确的说法 所以呢 这个A 债务的免除 所以考试过程中 还是按照 教材的观点 债务的免除 它属于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体 选ABC 就可以 好 小小看第四体 它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决议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选A 决议 是指多个主体 根据表决规则 做出的决定 这个说法 是正确的 选B 决议中的意思表示 主要针对 发出表示的成员 这个说法 是错的 不仅针对 发出表示的成员 也针对什么呢 它共同代表的 这个法人 选C 决议当时的意思表示 对不同意的成员 说没有拘束力 这个说法 是错的 然后选D 决议 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错了 它是多方 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题 只有A 说法正确 选A就可以 再看第三 负担行为 与处分行为 这是考生 必须准确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 负担行为 是指一方 相对于他方 承担一定 几负义务的 法律行为 说这种几负义务 既可以是 作伪的 也可以是 不作伪的 像保密义务 不作伪 就可以 那么前面第一章 讲法律关系 课题 曾经讲过 这个行为 包括作为和 不作为 因此 这个负担行为 产生的 是债法上的 法律效果 其中 富有几副义务的 主体 是债务人 负担行为中的 权利人 可以享有 要求履行的 请求权 义务人的 履行行为 是请求权 实现的 重要前提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A公司跟B公司签订100万的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 这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双务合同 例如双方约定A向B发货 谈到发货这环节 A向B发货 A的话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双方通过签订买卖合同 事实一方相对于他方需要承担一定的几副义务 A有义务向B发货 说这种几副义务可以是作为的 例如交付货物 这是积极的 也可以是不作为的 因此呢 这个负担行为产生的是债法上的法律效果 因此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其中B则债权人 他享有一个请求权 他有权要求A履行这个义务 而且呢 A的履行行为是B的债权 他的请求权实现的重要前提 再看什么叫处分行为 处分行为是指直接导致权力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 例如假抛弃自己的动产 直接导致权力发生变动 他并不需要义务人积极履行 击付义务 这个物权变动是典型的处分行为 我们再继续解释一下 注意这个处分行为 它是直接是某种权力发生变更 或者消灭的法律行为 它也是一个法律行为 但是它的特征是直接 是某种权力发生变更或者消灭 它处分的课题是权力 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 及准物权行为 也包括契约 例如所有权的转移 那么抵押权的设定 这是通过契约方式 也可以是通过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例如所有权的抛弃 这些都属于处分行为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搞清楚 什么叫负担行为 什么叫处分行为 讲到这个考得 最近两年考过好几个小题目 我们先看第一题 它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属于 民事法律行为中 处分行为的是什么 看选A 定立租赁合同 定立租赁合同 这个属于负担行为 它是负担行为 然后选B 所有权转让 这是处分行为 选C 定立买卖合同 这是负担行为 然后选D 拆除房屋 大家需要清楚 不管是合法建造房屋 还是拆除房屋 这是事实行为 它是事实行为 还是大方向搞清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这是一个类别 事实行为 是第二个类别 它是两个类别 所以它根本就不属于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方向搞清 首先需要区分 什么叫事实行为 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它包括 有的是负担行为 有的是处分行为 然后看一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负担行为 与处分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负担行为 直接导致 既有权力的变动 对吗 是处分行为 直接导致 权力变动 然后选项B 民事主体根据负担行为 所包括的义务 不包括不作为的义务 对吗 这个义务 它可以是作为的 也可以是不作为的 然后选C 处分行为中的权力人 享有旅行请求权 这个说法是错的 是负担行为中的权力人 他享有旅行请求权 然后选D 负担行为产生的是 债法上的法律效果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 选这个D就可以 好 下来我看第二个Code 意思表示 这个Code 三个型号 或者 八个型号 这是考上必须清楚的考点 首先 看一下第一问题 民事法的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核心 前面说过 民事法的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事实行为 跟意思表示无关 这个意思表示 可以分为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大方向搞清 然后看下个解释 说遗嘱行为 抛弃动产 等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它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都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例如撤销权的行使 授予代理权 法定代理人的追认 这些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它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看到这儿呢 大家把这个表下看一下 大方向搞清 下面我们讲的 都是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这个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是大圈 它包括两个类型 第一个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然后第二个 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例如 遗嘱行为 抛弃动产 都是没有相对人 但是 撤销权的行使 法定带领的追认 和受益带领权 这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表必须看清 这是考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掌握的考点 再问第二条 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表示完成时生效 法律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注意这句话出现在选择题中 必须清楚 前提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表示完成时生效 再问第三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又分为对话的意思表示 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前提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包括第一个是对话的意思表示 第二个是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大方向搞清楚 然后继续看规定 像第一条 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是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但第二条 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在定理合同过程中 要约和承诺 受益代理权 合同解除等意思表示 均采用道达主义 就是道达生效 前提是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例如 A的话 它是向B发出传真 或者A向B发出信件 发出要约 非对话的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时生效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需要清楚 但第三 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 例如说 A向B发的是电子邮件 在这种情况 何时生效呢 我们看一下 说相对人 如果指定了特定系统 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 再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没有指定特定系统的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 再看第三点 当事人如果另有约定的是按照其约定 所以这几种情况 大家搞清 如果另有约定 按照其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再看法定 这个先后顺序 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第四条 以公告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公告发布时生效 再看一下第四个问题 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 做出意思表示 这个沉默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示威意思表示 三种情况 第一有法律规定 但第二种情况 当事人事先有约定 第三是符合当事人直接交易习惯史 这个沉默只有在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示威意思表示 这个三种情况必须记住 然后看下面的解释 说根据棉发点的规定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应当在遗产处理前 以书面形式 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如果没有表示的 你沉默 那这种情况 视为接受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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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说三遍 这是靠选择题的时候 必须记住的 在第五条 行为人 他可以撤回意思表示 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 应当在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人之前 或者与意思表示 同时到达相对人 你先到 或者同时到 这个可以 在第六条 对意思表示的解释 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解释 有相对人 是应当 指的是必须 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然后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 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再看调整情况 如果是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解释 是不能完全拘泥于 所使用的词句 而应当 结合有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 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行为人的 真实意思 所以这个两种情况 它的区别 必须搞清楚 好 下来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话一下 先第一题 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 有什么 哪个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选A 抛弃动产 它是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选B 受益代理权 你对谁受益代理权 这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选C 定立遗嘱 这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然后选项D 行使解除权 这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题 选A和C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列其中 沉默可以视为行为人意思表示的 有什么 因为沉默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只有三种情况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选A 当神有约定 选B 法律 有名为规定 选C 符合当神之间的交易习惯 选D 当神纯获利益 纯获利益的问题后边 会涉及到这几个字 但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题 选ABC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三题 根据规定 下列官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说要约不属于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是错的 要约和承诺都属于意思表示 然后选B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没有做出表示的 是为放弃继承 错了 是为接受继承 然后选C 以公告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公告发布时生效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D 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对吗 这个说法是错了 前提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它分为这个对话的 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题 只有C的说法正确 选C就可以 再看第四题 根据规定 下列官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看选A 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B 说沉默只有在 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因为三种情况 第一个有法律规定 第二个当神约定 第三符合交易习惯 所以B的话不能选 选C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也称对话的意思表示 这个不能这么说 因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它包括对话的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然后选项D 说以公告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对吗 以公告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是公告发布时生效 发布时生效 所以这个题选A就可以 再看第五题 根据规定 下列官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还选A 说撤销权的行使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 错了 它有相对人 然后选B 说授予代理权 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 正确 然后选C 抛弃动产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说法正确 抛弃动产 没有相对人 然后选D 遗嘱行为 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错了 它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题 选B和C就可以 好笑吗 看第三个考得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这个考得 一个想号 基础版里边 稍微听一下就可以 首先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四个类型 就民事法律行为 是大圈 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它的效率 包括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个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 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可撤销 然后第四 是效率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方向搞清楚 想看第一个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它的实质要见 包括三条 第一条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但第二条 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 第三 不违反法律 行为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两所 什么叫公序两所呢 公共秩序和善良封锁 你不能违背公序两所 这是实质要见 但第二个 行事要见 像第一条 民事法律行为 它可以采用书面行事 口头行事 或者其他行事 什么叫其他行事呢 包括推定行事 沉默行事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 或者当身约定 采用特定行事的 是必须采用 特定行事 例如 根据免发点的规定 建设 工程合同 必须 应当采用 书面行事 既然它明确规定 必须采用书面行事 就必须采用 书面行事 第二条 什么叫 推定行事 是指当事人 并不直接 用书面行事 或者口头行事 进行意思表示 而是通过 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 使得他人 可以推定 其意思表示 通过实施积极行为 例如 王某 在超市买东西 然后掏出钱包 交付货币的行为 就可以推定 他具有 购买商品的意思 通过实施积极行为 看第三 叫 沉默行事 是指 行为人 没有以积极的行为 经意思表示 而是以消极的不作为 来代替 意思表示 沉默 但是前面说过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沉默 只有在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示威 意思表示 哪三种情况呢 说我们话 应该会说了 第一个 有法律规定 第二个 当时有约定 第三 符合交易习惯 这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示威 意思表示 好 下来看一下 第四个考对 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注意这个考对 三个型号 这是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对 现在第一条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特征 三个特征 第一个 自始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从行为开始时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自始无效 再第二个特征 当然无效 不论当时是否主张 是否知道 也不论是否经过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的确认 该民事法律行为 当然无效 这个特征 必须搞清 它不论是不是经过 人民法院的确认 它是当然无效 第三个特征 绝对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绝对不发生法律效率 不能通过当身的行为 进行补证 它不可能 闲于翻身 也不能闲于翻身 它是绝对无效的 不能补证 这个特征 大家需要搞清楚 举个例子看一下 它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特征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看选A 不能通过当身的行为 进行补证 不能补证 说法正确 选B 其无效 需以当身主张为前提 不管是不是主张 都是无效的 选C 其行为开始时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说法正确 选D 其无效 说必须经过人民法院 或者仲态机构的确认 说法是错的 所以什么叫自始无效 当然无效 绝对无效 这三个特征 搞清楚 好 下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问题 种类 哪些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五个类型 第一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肯定无效 例如A 只有三岁 年龄是硬伤 只要呢 他不满八周岁 这个小孩 就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他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百分之百是无效 就算他纯或利 就算纯或利 照样是无效 再看一下第二条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第三 行为人与相对人 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对于第三种情况 为什么无效呢 例如 A跟B至今 他们两个恶意串通 损害C 合法力 站在AB的角度 尽管他们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但是呢 这种意思表示是非法的 因此该行为无效 再看第四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什么意思呢 例如 他如果债务人 为了避免财产 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虚假的 将自己的房子 卖给他的好朋友 注意呢 这个A跟B之间 他的确呢 这个签了这个买名合同 但是 对于双方当事而言 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 既然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 双方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行为无效 再看第五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的行为无效 但是 该强制性规定 不导致 该民事法的行为无效的处案 对这个第五条 如何理解 我们在写清一的时候 给了两个例子 但是上课不讲 如果你真感兴趣 考完之后 再去看 来得及 因为这块最多 他考的选择题 什么叫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考的是具体的条文 他不会给你考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 让你判断 所以这个第五条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 给他记住就可以 怎么去理解 考完之后 再看 都来得及 好笑了 看第五个考点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讲到这个考点 三个型号 或者 八个型号 这是诸快考生 必须掌握的考点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区别 四个区别 第一个 法律效率不同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撤销前 已经生效 在撤销前 已经生效 在被撤销之前 其法律效果 可以对抗 除撤销权人之外的 任何人 什么意思呢 例如 说A的话 跟B之间 他4月1号 签订一个 100万的 买卖合同 然后4月10号 B的话呢 突然发现 A的话 有欺诈行为 A有欺诈行为 注意这个合同 是可撤销的 它是可撤销的 但是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欺诈方 只有这个B 有撤销权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合同 谁有发言权呢 只有B 有举手发言的机会 只有B有撤销权 A的话 并没有撤销权 如果B不说话 他不肯是 就按照有效的 去履行 该交货交货 该付款付款 就可以 因为在撤销前 他已经生效 只有 这个B 作为受欺诈方 他是撤销权人 只有撤销权人 有说话的权力 站在A的角度 他没有说话的权力 这是可撤销的 如果是无效呢 是当然无效 自是无效 再看第二个区别 主张权力的主体不同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 必须由撤销权人申请 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干预 必须是由撤销权人申请撤销 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干预 但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不以当时的意志为转移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都可以在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中 主动宣告其无效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 行为效果不同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人 对权力的行使 他拥有选择权 他可以选择撤销 也可以选择不撤销 他拥有选择权 如果撤销权人 未在法定期限内 行使撤销权的 他的撤销权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将终局有效 不得再被撤销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经撤销 只要被撤销 就视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其效率速极致行为开始 即自行为开始是无效 只要被撤销 他就视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从行为开始时无效 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则自视无效 绝对无效 当然无效 再看第四个区别 行使时间不同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其撤销的行使 有时间限制 咱后边会讲 你超过几年 这个撤销权就消灭了 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则不存在此种限制 说不管过了八年二十年 它是自视无效的 谈不上说你这个撤销权消灭的问题 所以这四个区别 大家需要搞清 好想让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话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已经撤销自始无效 说法正确 选B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撤销前效力待定 说法错误 在撤销前已经生效 选C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人 只能选择撤销该行为 错 他可以选择撤销 也可以选择不撤销 选D 法官申立案件时 发现民事法律行为 具有可撤销室友的 可以依职权来撤销 对吗 必须是撤销权人申请 如果没有申请 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干预 在这个题选A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行为在撤销前已经生效 这个说法正确 选B 说撤销权可有司法机关主动行使 它是不能主动干预 选C 撤销权的行使不受时间限制 说法错误 选D 被撤销行为 在撤销之前的效率不受影响 对吗 只要它被撤销了 它的效率速记行为开始 从行为开始时就无效 所以这个题 只有A的说法正确 选A就可以 再看第二问题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主类 这是考试的重点 首先大方向搞清 前面讲到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五个类型 可撤销的包括四个类型 哪四个类型呢 第一重大误解 第二显示公平 第三脅迫 第四 欺诈 我们先看重大误解 根据民发典的规定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重裁机构 与撤销 讲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 A跟B直接 签了个一百万的贷卖合同 注意谁有误解呢 只有A有误解 因为A的话 基于重大误解 跟B直接签的买卖合同 首先需要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误解方 只有误解方 只有A有撤销权 这是第一个判断 再看第二个判断 这个撤销权 消灭的问题 重大误解 大家需要清楚 站在A的角度 是从知道知起 在90天之内 行使撤销权 这个时间 是从知道知起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开始算 这是90天 再看第二个时间 如果自这个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消灭 五年的时间 是从行为成立之起 开始计算 这是谈到重大误解 第一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 然后第二个撤销权 消灭的时间 再看第二个 显示公平 一方利用对方 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 等情形 这是民事法的行为 成立时显示公平 这是成立时显示公平 成立之后 这个不算 只是成立时就显示公平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是受损害方 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予撤销 例如 A跟B之间 他签了一个 一百万的卖卖合同 谁搞事情了 A的话 搞事情 他利用B 处于危困状态 是利用B 处于危困状态 致使呢 这个合同在成立时 对B 就是显示公平 第一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损害方 有撤销权 然后第二个判断 撤销权 何时消灭 第一个时间 一年 一年的话 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知道知情 开始计算 然后第二个时间 五年 五年的话 是从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消灭 再看第三种情况 胁迫 胁迫 大家想搞清 不管是一方 或者第三人 以胁迫手段 是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 是受害方 受胁迫方 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那这个问题 例如 他如果C 搞事情 他是胁迫 A 跟B 直接 说签了个一百万的 买卖合同 这是第三人胁迫 首先大家需要搞清 如果是第三人胁迫 谁是相对人呢 这个B是相对人 站在B的角度 不管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个行为 都是可以撤销的 再强调一下 这是第三人胁迫 不管相对人 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个行为 都是可以撤销的 但第二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胁迫方 只有A有撤销权 只有受胁迫方 才有撤销权 然后第三个判断 这个撤销权 何时消灭 这是胁迫 胁迫的话 这个时间一年 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这个胁迫行为 终止后 终止后 一年之内提出 胁迫行为终止后的一年 但第二时间 五年 五年的话 是从这个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撤销权消灭 这是第三人胁迫 再看一下 第四种情况 欺诈 欺诈呢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个 一方以欺诈手段 是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例如说 A 他对B 实施这个欺诈 首先这是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欺诈方 才有撤销权 再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是第三人 实施欺诈行为 是一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方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该欺诈行为的 才可以撤销 然后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什么意思呢 例如 说C的话 对A 实施欺诈行为 这是A的话 跟B直接 签了个一百万的 卖面合同 这是第三人 实施欺诈行为 所以第一个判断 首先需要搞清 这个行为能不能撤销呢 需要盯住 这个对方 这个B B的话 如果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B是恶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行为 才是可以撤销 他如果B B的话呢 善意 他不知道 或者不应当知道 善意的 这个行为 是不能撤销的 注意跟第三人 胁迫 他的区别 如果是第三人 胁迫 不管相对于人 善意还是恶意 都可以撤销 但是第三人欺诈 只有当B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他恶意的 才可以撤销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欺诈方 只有A 有撤销权 然后第三个判断 这个撤销权 何时消灭呢 定时间 第一个时间 一年 一年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A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开始计算 然后第二个时间 五年 五年的话呢 是从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消灭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必须清楚 再看撤销权 消灭 消灭的话呢 包括四种情况 其中有三条啊 带括号的一二次 都讲过 第三条 说当身知道 撤销事由之后 明确表示 或者以罪的行为表明 放弃撤销权 那么这种情况下 撤销权照样消灭 既然你撤销权消灭了 这个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就变成终局有效 终局有效了 不得再被撤销 这是呢 关于撤销权消灭的问题 一年 从哪开始计算 然后90天 从哪开始计算 这几种情况 大家必须清楚 然后再看下面几个解释 第一个撤销权 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什么叫形成权呢 依它的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法律效率 无需相对人统一 所以什么叫形成权 在这本教材里边 多处出现形成权 它是指依照权力人 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是已经成立的 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变化的权力 根据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法律效率 例如将追认权 解除权 撤销权 都叫形成权 形成权的概念 后面还会不断的说 再看第二个解释 撤销权应 移速行使 由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来做出 你必须由撤销权人 来申请 既然申请了 通过诉讼申请 由人民法院撤销 你不能自己打个电话 就撤销了 而且撤销权 有存续使节 这个存续使节 叫除施取节 但后边会专门讲到 将第三单元会专门讲 什么叫诉讼时效 取节 什么叫除施取节 后边会讲 再看第四条 法律后果 将第一点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自使没有法律约束力 前面说过 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只要被撤销 就视统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使无效 但第二条 民事法律行为 部分无效 不影响 其他部分效率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三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 或者确定不发生 效率后 行为人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于返还 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 折价不偿 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 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去规定 这个稍微听一下 就可以 好 下咱们举几个例子 再消化一下 下咱们第一题 根据规定 下咱们各项中 属于可撤销合同的 有什么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哪个是可撤销的 选A 因受欺诈 而定立的合同 这是可撤销的 选B 因重大误解 而定立的合同 这是可撤销的 选C 以这个虚假表示 定立的合同 双方都是虚假的意思表示 这是无效的 选D 因受欺迫 而定立的合同 这是可撤销的 所以这个题 把C排除 选ABD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题 说齐某 在路边 摆放一尊 廉价购得的 旧蝉雏石雕 拿了一个石头癞蛤蟆 冒充玉雕 等待买主 夹 层以5000元 从齐某处 购买一尊 同款石雕 发现被骗后 正在跟齐某交涉时 义过来询问 说假 有意 让义 也上当 假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便讨好齐某 要慰自己被骗的款项 未等齐某 开口 便对义说 这是假对义说 说我之前在他这 买了一个玉雕 转手就赚了8000块钱 说这个你不要 我就要了 表示要 这个抢着药 义的话 傻乎乎的 信有为真 以5000元 赶紧买下 死掉 根据规定 下了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看选A 说假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撤销 自己 跟齐某之间的 买卖合同 注意呢 这是两个合同 第一个 是假的话 跟齐某之间 他签订的 这个合同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欺诈方 只有假的话 有撤销权 所以假请求撤销 没问题 注意A的说法 正确 然后选B 义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撤销 自己跟齐某之间的 卖美合同 注意这一块 是假的话呢 他对义 实施 欺诈行为 让义的话呢 跟齐某之间 签了买卖合同 这是第三人 胁迫 还是欺诈呢 都学过小学语文 什么叫欺诈 什么叫胁迫 这是第三人 实施的 欺诈行为 第一个判断 这个行为 能不能撤销呢 要看对方 齐某的话 如果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行为 是可以撤销的 因为齐某 根据故事的案情 他就在边上 齐某之道 所以这个行为 可以撤销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欺诈方 只有这个义 有撤销权 然后第三个判断 就撤销权 何时消灭 看选C 说义的话 自知道之起 一年之内 没有形式撤销权的 该撤销消灭 这是欺诈 是从知道之起一年 C的说法正确 然后选D 以的撤销权 自购买行为 发生之起 两年内不行时 而消灭 对吗 是从民事法的行为 成立之起 如果五年内不行时 该撤销消灭 所以D的话 不能选 选ABC就可以 好笑了 看第三题 说假 准备购买以收藏的一幅名画 以不同意 假的朋友饼 得知此事之后 找到义书 他如果你不讲此话 卖给假 就公布你的不雅视频 以被迫 跟假定例 卖卖合同 假对此并不知情 说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什么 那么看到这儿 首先把关系搞清楚 这是第三人实施 写破 注意谁搞事情呢 是饼 他写破谁呢 写破乙 跟假之间 签订 这个买卖合同 第三人写破 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这个行为能不能撤销呢 大家需要清楚 是第三人写破 写破的话 站在假的角度 不管他是善意 还是恶意 不管是不是知道 这个行为 都是可以撤销 可以撤销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邪破方 只有这个乙 有撤销权 第三个判断 撤销权 何时消灭 我们看那几个选项 选案A 说对于该行为 假有权请求撤销 对吗 假的话 无权请求撤销 选案B 对于该民事法律行为 一 有权请求撤销 说法正确 选案C 以自脅迫行为 终止支起 一年之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胁迫 是终止后一年 这个说法正确 选案D 以自买卖行为 发生支起 五年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该撤销消灭 说法正确 选案D 因为哪个不正确 所以选A 就可以 这是关于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 讲到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